大家好,歡迎來到文化十八 今天是新曆的12月7日,亦都是農曆的10月20日 來到我們二十四節氣中,冬季的第三個節氣,大雪 大雪顧名思義就是落雪,在南方落雪的機會比較少 Evan,今天多謝你上來和我們分享一下 其實潮州人在大雪這個節氣中,有甚麼特別的趣事? 天氣冷當然是清涼一點,清涼一點不用說大家朋友坐在一起 香港通常這麼清涼,天氣冷,你和朋友搬去做甚麼? 到年底,因為一年差不多完結,有很多聚會 我們一起吃飯,一起喝茶,玩啤牌,喝酒也會有很多活動 潮州人通常是做甚麼? 他們通常一般都是坐下來喝功夫茶 我們喝功夫茶,其實在潮州人來說,有些潛規則 如果有一群朋友在喝功夫茶,當你出現,你走過去的時候 他們當然會接待你 如果你留意到,如果主人家有沒有去換茶葉? 如果去換茶葉的話,就是重視你的來臨 這就是潛規則之一 如果另外一種的話,你們坐下來又在聊天,聊到茶都沖到淡了 但是主人家不換茶葉的話 對你好像沒有好感 已經是暗逐客令 意思是我們所說的時間都差不多了 你都應該要離開 不過潮州人是很有文化的授養 其實很多時候,可能是說出口 但是在行為上表達了對你的一些大家互相心照的說話 多謝Haven今天分享 是啊